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 那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呢有点长 内容也比较多 因为这一章啊是旧约圣经 相当相当重要的一章 我们看它的重要性 简直有的时候我们容易说 它差不多是旧约圣经当中啊 最重要的一章 但是呢圣经当中有很多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一章又一章 以至于我们真的有点舍不得 不知道该把哪一章啊 作为最重要的一章 但是呢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 的确是在旧约当中反映旧恩真理 最高潮最核心的一章 那这一章呢它总共有五十一节 我们呢把它分一下段 那就是第一节到第十四节 作为第一段 在这第一段当中呢 神就告知摩西 有关于越节高羊要被宰杀的条例 然后也告知摩西呢 他将击杀呀 埃及投生的 无论是人或者是牲畜 第二段呢是十五节到二十八节 那这一段呢就在讲啊 在 月节那天晚上就开始吃无教的饼 接着要一连吃七天 成为后来呀除教节的这样的具体规定 我们也在这一段当中呢 看到了老百姓他们在神的面前的回应 第三段呢是二十九节到三十六节 这一段呢是历史性的记载 讲了神实际的击杀埃及投生的人 还有生畜 那么就给整个的埃及全地 带来了极大的恐慌 带来了极大的哀嚎 那第四段呢 三十七节到四十二节 以色列军队终于在法老的催促下 他们呢胜利的荣耀的从埃及出行了 那最后一段呢 比较特别 大家看四十三节到五十一节这一段呢 就会发觉他突然呢 又是有一段的条例 那我们在这里呢 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那就是有的人呢 会认为呀 四十三节到五十一节这一段呢 他其实是可以安插在二十节和二十一节之间 那也有人呢建议把四十三节到五十一节呢 安插在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之间 那么也有人呢建议他不要安插 他就是单独被排列在后面的一段条例 是为了补充一些重要的条例 因为他说讲的是关乎啊 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些外人 一些寄居的 还有那个奴隶 如何哪些人可以吃越界的羔羊 而哪些人不可以的这样相关的要求 还有条例 所以呢 我们就注意到呢 关于圣经的经文呢 不同的人呢 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那在今天我们所选择的经文的要节呢 是在第十二章的第十三节 这里面是神向摩西所说的话 话中神说 这血就是羔羊的血 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 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 我击杀埃及人埃及地投生的时候 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面你们 哦 那么呢 今天呢 就用十三节呢 来做我们的要节 那先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 那第一段呢 非常重要 那第一段呢 就告诉了我们呢 关于啊 月节的规定 那月节的规定呢 我们必须得 首先要知道 在整本的旧约圣经当中 月节的规定 尤其是月节当中的月节的羔羊 是整个旧约圣经当中啊 最重要的真理的启示 因为呢 月节的羔羊呢 是直接来表明 预表耶稣基督的死的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里面所提到的时间的问题 就是月节究竟被神规定 安排在什么样的时间内 月节呢 如果要是作为我们今天 外邦基督徒的感觉 每一年呢 其实月节都会发生在 阳历的三月份 四月份之间 所以呢 就着以色列人来讲 他是以色列人的一年之首 然后呢 他也是一年七大节庆当中的 圣典的那个中心 可以说是圣典的开始 那月节这个时间的选定呢 是非常有用意的 我们在这里啊 要有一点常识 那这个常识呢 就是啊 以色列人呢 他们实际上在古代的时候 到了月节的事情发生 他们后来呢 就有两套的 民间所要使用的历法 一个历法呢 是用在农业上的 另外一个历法呢 是用在信仰上的 从农业上的历法来讲呢 他们的新年呢 其实是在每一年的秋天 那个时候 因为以色列人是种麦子的 这样的农业国家 又有畜牧业 那低中海一带呢 他们都是啊 冬小麦 所以呢 种小麦的都是从 头一年的秋天呢 啊 开始动 那么的秋天就作为 他们的农历上的 这个新年 等到了第二年啊 其实就是他们 我们说的第二年 就是以色列人农历的 七月份 后来呢 就成为啊 以色列人信仰上的 这个正月 所以呢 当 呃 月节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 正是 以色列人农业上的 这个七月份 农业上的七月份 那么这个 呃 就是由于有了月节 就产生了一个新的 这样的一个历法 那么在这个历法当中呢 就以农业上的七月份呢 作为信仰上的正月 啊 信仰上的正月 那我们就要知道呢 在 呃 信仰的角度 人们不会把这个正月啊 叫做新年 他只会提到是正月 而且月节呢 就发生在正月十四的 那天晚上 他主要是为了纪念啊 百姓 被神拯救 从埃及出来 得到自由 那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在第一大段里 我们就来看一看 除了这个时间的问题 那我们看到另外的规定 就是在正月初十那天 月节的头四天 啊 在正月初十那天 啊 圣经上要求呢 就个人要在父家里啊 要取一只羊羔 那一家呢 要一只 人要少呢 就和邻居家呀 合着吃一只 那人少的概念 是多少算人少呢 就是十个人以下 啊 不够十个人呢 就算少 就要跟邻居家呀 吃一只羊羔 所以呢 这个羊啊 一定要按人的人数 还有饭量 啊 来考虑 那个羊呢 啊 有多大 要用多大的羊 那么接着呢 不单单时间的问题呢 还有呢 就是羔羊这个 啊 选定的条件 什么样的羊呢 可以被作为啊 欲业节的羔羊 来做准备 那他应该呢 是一岁 无残疾的 这样的公羊羔 他可以是绵羊 也可以是筛羊 那么他就要留到呢 正月十四的黄昏 来宰杀 那所以呢 有四天的这样的一个 好好的让羊被养着 然后呢 照料着 让他一切的情绪啊 情况呢 营养啊 吃食啊 还有睡眠呢 都正常稳定 到了正月十四的黄昏呢 就要宰杀他 那这个传统上 关于这个黄昏的意义啊 黄昏的概念 啊要有很多的争执 但是我们最基本最基本的采用一种观点的就是人们认为黄昏呢是在月节那天下午的三点钟到五点钟之间 那具体操作的细节呢 就是要宰杀羔羊 然后呢 要把羊羔的血呢 抹在门框和门楣上 但是一定要记着呢 不可以把那血啊 抹在门槛 为什么呢 免得人呢 用脚践踏了 因为这个羊羔啊 是重要的 他乃是表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那么就在当天的夜里呢 人们要带着感恩敬畏的心呢 要吃这个羊羔的肉 那这个羊羔的肉呢 一定要记得不能够用啊 用水来煮 像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 有人到蒙古包啊 到新疆有些地方啊 吃的最多的一种羊肉呢 就是用水煮的 但是呢 这是不行 在月节的羊羔的 这个 做熟的 这个方式呢 一定要用火烤 那么这用火烤的过程呢 从寓意上 从灵意上 人们就在说啊 它是表明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为我们呢 在受苦 但是正如啊 羊羔的肉一被火烤啊 它的香气就出来 所以它就表明啊 当神的儿子在石架上 为人类流血牺牲 那基督生命当中的 新香之气 就不由自主的 不可抑制的 这样的散发出来 那么另外呢 还有啊 这个 月节的羊羔呢 人们在吃它的时候呢 不可以挑肥减瘦 要整肢的吃 要吃头 腿 还有五脏 那么这是表明呢 基督是完全的 基督是完整的 我们要享受呢 就要享受它完备的丰富 那么另外呢 还有呢 就提到说 那羊羔的肉呢 是不可以留到早上的 如果是吃不完的时候啊 就一定要要 趁着早上到来之前呢 要用火烧掉 那么另外呢 还有提到啊 在吃的过程当中的 那个 那个节奏 那个频率 就人在吃的时候呢 是要快吃 不能够慢慢嚼啊 嚼啊 嚼啊 在那里 那个 一块肉吃一整夜 不可以的 要快点吃 而且吃的时候呢 还不可以 以最懒散的 那个姿态来吃 必须得怎样呢 必须得呀 腰间竖着带 要手中拿着帐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了 随时准备啊 起行 要离开埃及 为什么呢 因为从神的全知里 神知道在这天夜里啊 法老 当家里面呢 开始 开始啊 有人被击杀 有头生的被击杀 那么整个埃及地啊 变满了哭号的声音 那么当夜呢 法老就会 催促 以色列人呢 快点离开 所以呢 以色列人不可以到那时候呢 才立刻 才开始做准备 他们是应该 早早就做好准备 起行了 所以呢 是准备好了 命令一下达 他们立刻就可以出行 那么在 吃羊羔肉的过程中呢 有一个细节 是很值得关注的 那这个细节呢 就是在吃羊羔肉的时候呢 还要伴随着 另外 有两样 食物呢 跟随着 一样吃 一起吃 那就是无叫的饼 还有呢 苦菜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接着来看第十二章 刚才我们提到在第一段里 也就是第一节到第十四节 这一大段里 特别在这第一大段当中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就讲到育月节羔羊的这个被杀 还有被百姓所吃的这个操作的细节 那在人们吃羔羊肉的时候呢 同时还有伴随着耳吃的 是无叫饼和苦菜 那在当时呢 正是新春呢 在收麦子的这个季节 所以呢 月节所吃的这个无叫饼 就是新麦所做的 完全没有叫 没有发过的面 所做的饼 那叫这个字啊 在圣经当中 往往被解释为是罪 那么呢 一旦无叫 除叫 就是指着呢 无罪 还有除罪 那在圣经当中呢 叫 用作指啊 百姓生命当中的这个罪 污秽 污染 那这个面团呢 就在表明着百姓们的生命 所以无叫的面呢 就指着无叫的 无罪的这样的百姓 那在圣经里呢 特别是哥林多前书啊 五章七节 还有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 二十八到三十二节 都有提到呢 保罗特别鼓励新约的教会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新生命里 我们已经成了无叫的面 而且呢 成了新团 成了新团 那么呢 这个所谓的新团 就是新的面团 所以在 所以在 月节那天晚上 当吃无叫饼 被告知 一连着要七天的时间呢 要吃无叫的饼 他就表明啊 月节的羔羊 使人得救 得救之后 持续的要吃无叫的饼 七天 就表明一个时间的 一个完整数 一个时间概念上的一个完全 就是得救之后的 成生追求 那苦菜是什么意思呢 在 解经家的解释当中呢 苦菜可能是啊 古代在 埃及的时候 人们由于 吃牛肉羊肉比较多 因为 以色列人是畜牧的嘛 后来他们还是 常常回想着 埃及的肉锅嘛 那么解经家就说呀 苦菜可能是 原本 以色列人在吃肉的时候 那种 类似于我们中国人所吃的 那种苦菊 嗑的 那种蔬菜 由于是苦的 它就是凉的 跟肉的这个热性的相对 就起到呢 调节 一是味道 二是呢 调节胃口 消化的这样作用 但是在此处呢 这个苦菜呀 就不仅仅是用作 调节人的胃口 然后呢 给人带来热和凉的 平衡的这样的效果的 在这里 苦菜的意义呢 那是表明啊 百姓在吃苦菜的时候 他们就回忆啊 从前在埃及 为法老工作的时候 所受的艰苦 那么呢 把它隐身了 在灵异上有所发挥 由于埃及是表明世界的 那埃及表明世界 世界的王就是撒旦 所以人在没有得救之前呢 人就在世界当中呢 在最终受苦 所以呢 当吃苦菜的时候呢 就表明啊 质责 还有省茶 然后呢 就知道呢 如今在得救的 这个恩典和地位上 人的生命啊 是何等的甘甜 因为有了主 那在这里呢 第十一节啊 就特别提到说 那这个节被神所安排 所设立 那这个节呢 被叫做是耶和华的玉岳节 那玉岳节这个名字 来自于一个西班牙文的 一个名称 叫Pessah Pessah 那Pessah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越过的意思 就是越过的意思 以前呢 中国人形容 大雨治水 三过家门而不入 那是表明呢 大雨大公无私 不完成自己 当完成的这个使命和托付 他就不回到家里 去享受家中的安逸 但是呢 在玉岳节那天晚上 圣经上说 神说 我要寻行 加南埃及全地的时候 寻行埃及全地的时候 那么 如果是看到百姓的门框和门楣上 有羔羊的血抹了 我就不进去 那么这个神从百姓的门口 越过 就不是大公无私的 这种表现了 而是表明 神的保守 神的看顾 神的眷顾 神的施恩 多亏呢 神不进到神百姓的家 每一个埃及人的家 神当走到门口的时候 由于埃及人的家呀 门框和门楣上 是没有玉岳节羔羊的 所流的血抹着的 所以神就进去 那于是那个埃及人的家呢 就传来哭声 因为投生的被击杀了 所以大家对比这样的描述呢 结果就可以知道 神如果越过百姓的家 就是表明 神对百姓的家呀 欲保守 也就表明了百姓家里面 所投生的人或牲畜 都不被神呢 所击杀 所以我们就看见呢 在第12节到第14节 圣经上就告诉我们 当以色列人呢 在月节的晚上正 吃着香喷喷的烤羊肉的时候 烤羔羊肉的时候 神正在埃及地呀 做另外的事 神不进到百姓的家里 却进到埃及人的家里 再做另外一件事 大家知道那件事是什么 就是击杀呢 埃及人呢 投生的 这样人口 还有呢 投生的牲畜 那么在这一段里面呢 我们特别要看到啊 这是非常著名的 关于啊 月节的这样条例的规定 那我们就在这里呢 要注意到在这一段里面的 他的相关的 真理的这样的应用 那首先呢 当这里面把 原本是农历的七月份 作为信仰上的正月 那么我们呢 就要知道呢 这个正月的意思 就是表明了 人的生命 百姓的生命 是从啊 这个正月的时间呢 开始算起 曾经呢 有人告诉我们说 在某个地方 有一个基督教的陵园 里面埋着很多很多的 已经先在主里 先睡了的基督徒 那么有个别的老年人 他们就形容自己说 他们在地上 是哪一年 哪一年生的 但是呢 他们实际的岁数 他们说 就很小 你比如说一个 七十来岁 过世的一个主内的长者 但是他在墓碑上 却声称自己 只有二十岁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 他真正算自己的 生命的年岁 他有两个 呃 瘦数 一个是肉体的瘦数 一个是新生命的瘦数 比如说拿我个人来讲 呃 我是1982年 1月28号晚上 呃 那一天呢 晚上 重生得救 那我的新生命呢 我的正月 所表明的那个 那个时间的概念 就是从1982年的 1月28号 晚上开始 那是我得救 重生的 这样的一个经历 呃 新生命的开始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我每一个人 都有属于我们的月节 所以跟你自己 想对应一下 对照一下 你是什么时候得救的呀 神是在哪哪一个时间里 让基督耶稣的生命 跟你的生命啊 遭遇的呀 你是在什么样的时间点上 在怎样的一个环境啊 经验里面 那 是我们得救的羔羊 他的宝血 涂抹你我的罪孽的 所以呢 我们完全呢 可以有一些啊 考虑 有些回想 跟圣经当中的重要真理呢 就可以符合在一块 那另外呢 我们要看到的 在此处所表明的真理啊 非常的关键 那就是啊 羔羊的死 他所带出来的生命的效用 就是带来啊 流血的代孰 那月节的羔羊呢 他是必须要死的 他要被宰杀 然后他的肉要被 以色列会众所吃 那么这一点呢 他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在希伯来书里 九章二十二节就提到这一点 提到说什么呢 说呀 按照律法的这个条例啊 定例啊 凡物都是被血来洁净的 那因此呢 若不流血 罪就不得赦免 那么 使我们的罪得蒙赦免的 是要靠谁呢 我们说就是要靠羔羊 但是不是靠旧约的羔羊 乃是 我们现今靠的是 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啊 二十九节 那里面就提到说 当失去的约翰 跟自己的学生们走在一起 当他一眼看见耶稣的时候 就指着耶稣告诉自己的门徒说 看哪 神的羔羊 背负世人罪孽的 所以呢 当他说了这话 他的学生 他的门徒们呢 就去跟耶稣了 那么其实呢 这正是约翰所愿意的 因为约翰所做的 就是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 然后呢 格林多前书五章七节 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约翰节的羔羊啊 耶稣基督 已经为我们的缘故 被杀呀 献祭了 所以呢 这是极美 极美好 极无比美好的事 那当我们看到 当我们看到 羔羊和耶稣基督之间的这个关联 羔羊是耶稣基督的预表 我们在个别的地方呢 还可以看到 两者之间的这个相似性 比如说像 耶稣基督呢 和羔羊一样 都是被 主所选定的 在神永恒的计划当中 神选定他的儿子啊 然后让他的儿子呢 为我们而死 然后呢 成为我们的赎罪祭 那么其次呢 还有相似的地方呢 就是啊 耶稣基督乃是 没有残疾的 如同那 月节的羔羊一样 你在耶稣基督身上啊 你无法找到瑕疵 找到亏欠 找到不完全 在神的儿子身上 他是按照西伯来书里面 就告诉我们说 他都凡事都跟 弟兄们都相同 跟我们都相同 但有一样跟我们不同的 就是他没有原罪 然后呢 他也没有犯罪 那么另外还有呢 他也处处都经验过 神的试验 神试验过他 因此呢 他被杀 为我们被杀献祭 你知道吗 他都是经过 神的试验 神的考验 那最终呢 他是被杀的 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啊 那里面就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被杀 那么他有人一样的 这样的经过 比如说他被杀之前的 那个身体的衰弱 他的痛苦 他的哀伤 他的流血 直到后来呢 他断气 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呢 如果大家就着他被选 你去读一下 彼得前书的二章 四到二十节 可以看到他怎样 被神所选 你看他的无残疾 可以看呢 约翰一书三章五节 还有呢 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五节 都可以提到啊 主身上的那个 没有丝毫的不完全 还有呢 他也经过了试验 在彼得前书的二章 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你也可以看得到 那么呢 格林多前书的五章七节 也明明的告诉我们 月节的羔羊 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 那么另外呢 还有呢 这被杀的羔羊 还成为了我们生命的食粮 在约翰福音呢 六章四十八节 那里面 耶稣就告诉过犹太人 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还有呢 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五十三节 五十四节 五十六节 都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 从天而降下的生命的粮 所以有人说的好啊 羔羊既是我们的遮盖 羔羊又是我们的食物 他遮盖我们是为了什么呢 他遮盖我们是为了遮盖 我们一切的软弱 污秽 瑕疵 还有不义 他是我们的食物 就是我们 还可以在我们 成圣追求的 这个新生命的经验里头 我们可以享受他 可以吃他 可以喝他 因为基督 就是我们的生命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接着来看 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 我们刚才看了 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 那接着呢 再让我们再提一提啊 关于十二节到十四节 那么在这十二节到十四节呢 其实重点所要讲的 就是羔羊保血的能力 还有他的效能 那羔羊的保血呢 是有着奇妙的能力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以反映为两个方面 那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羔羊的保血 一旦被抹在门框和门楣上 那当然的门框门楣呢 都是百姓的家的门框和门楣 那于是呢 神一看见那个羔羊的血啊 他就从百姓的家呢 就越过去了 圣经上特别的告诉我们说 那个栽秧啊 就必不在百姓的身上灭他们 那这呢 是一定要是因着羔羊的死 这个血才可以流 那这个栽秧的意思就是指什么呢 那就是以色列的长子呢 就不至于死 投生的牲畜也不至于死 因为栽秧的意思乃在于啊 神发出了他的愤怒 那由此才带来的灾难 还有痛苦的感受 那当然是人感受这个痛苦 而不是神 那我们呢 在十三章当中 我们看到呢 由于月节的事啊 发生过了 那么在十三章当中呢 圣经上就提到说 神就宣布要对被救赎的 不至于死的百姓 投生的人和牲畜 都拥有主权 那当你在读第十三章的时候呢 你就不会意外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神借着羔羊的死 已经帮啊 把以色列家的投生的都给保护了 但是呢 由于以色列家投生的长子 和投生的牲畜不至于死 那么呢 他们活着 就是为那让他们免死的神而活 所以呢 投生的人和牲畜的生命的主权 就被那保守他们性命的神所拥有 那我们就看见呢 就在这个同时 当以色列家的投生的人和牲畜 被保守的时候 神向着埃及呢 就是去击杀埃及投生的 并且败坏埃及一切的神 我们在昨天的内容当中有提到说 由于在以色列人在埃及遭受痛苦的时候 神借着十个灾来拯救他们 那么呢 神在埃及行十灾的时候呢 每一灾都是针对一样的 一种的 或者多种的埃及的本土的 属灵的那个黑暗的权势 那我们在埃及的人的家里 投生的 人和牲畜被击杀的这个情况呢 我们就知道 神伟大的能力 威严的荣耀的对抗 埃及的虚假的神明 比如说在埃及的家里面呢 他们都供奉着家庭的保护神的这样的神位 但是到了神寻行埃及地 要击杀他们家投生的时候呢 这所谓的家庭的保护神 不能起到丝毫保护的作用 那神告诉他的百姓呢 那就是要特别纪念 月节这个日子 要守卫节 而且要做世代永远的定力 所以以色列家呢 一直到今天 他们每年都会过这个月节 那我们呢 现在是在新约的恩典里 基督徒呢 我们是知道 由于耶稣基督就是 月节的羔羊 所以我们现在呢 已经不需要再跟着犹太人呢 一同来过那个月节了 我们呢 乃是过受难节 纪念耶稣基督的受死 再过复活节 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 但是呢 我们现今却有另外一个经验 可以说是 跟过月节这个经验呢 是连在一起的 他内在的联系是紧密的 就是我们呢 虽然没有像犹太人那样 每年过月节 但是我们在教会里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起码每个月都会首一次圣餐 是不是 其实这样的方式呢 神就借着这种方式 就提醒着被救赎的百姓 要纪念呢 于神所立的约 神乃是依照他的约 来行事 来拯救百姓的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在新约的恩典上 恩典礼 由于我们领受了羔羊 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 我们就借着呢 每次在领圣餐的时候 按照经文的教训 告诉我们说 耶稣说过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所以当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在领受 那月节的羔羊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被杀献祭 所以当我们 吃无教饼 喝葡萄汁 就在领受他的身体 领受他的保血 领受基督 为我们生命的救赎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在新约的恩典礼 所经历到的 属灵的预约节的经验 是反映和经历在 圣餐的这样的经验中 那有一点呢 我要特别的叮咛一下 要嘱托一下 有点重要 那就是 现今呢 由于我们资讯的这个方便 你会发现呢 常常呢 在我们在微信朋友圈里 会有很多的 基督教信仰的相关资料呢 被人呢 放上去 但是有的时候呢 一些资料呢 有的是符合真理 有的呢 不符合真理 我们大家呢 一定要学习辨别 要小心 比如说每年呢 差不多到中国人春节的时候 过阴历年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看到 有些弟兄姐妹 非常幼稚的 他们是好心 但是呢 这样的看法呢 却不符合真理 他们会说 哦 我们现在要过春节了 我们呢 一过春节呢 中国人就会在 门框上 要挂 那个要贴春帘 贴对子 那那个 我们呢 有人又把它叫做灰春 贴灰春 就是对联的意思 有的说我们基督徒呢 也会贴对联 贴一些神恩广大呀 爱我们全家呀 那个这一些很吉祥的 很充满祝福的话 那有些中国的基督徒呢 就会认为说 哎呦 我们现在春节的时候贴对联 中国人古代贴对联 这个习惯 就是跟 就是从 以色人过 月节的这个经验呢 一模一样的 是从那个经验当中过来的 是演变过来的 那我们现在呢 门框上 门楣上是不再抹血了 但是我们中国人呢 抹这个 贴这个灰春 那么呢 就是过去啊 那个犹太人 以色人的先祖 他们在门框 门楣上 磨血的啊 这样的经验的啊 重现 我们说呢 我们要小心 呃 两者呢 完全不是一回事 不要量把两者呢 等同在一起 中国人 贴春联呢 乃是出自于啊 古代的一些民间的习俗 而且里面是有着迷信的色彩的 而以色列人 他们在门框门楣上 抹月节羔羊的血 乃是为了真正的得蒙救赎 得蒙拯救 两者不是一回事 那弟兄姐妹 那我们接着呢 再来看一下第二段 在第二段里 我们重点看的经文呢 是15节到第28节 那这一段呢 呃 所讲的内容呢 是关于啊 呃 无教节 其实也就是除教节的相关规定 还有呢 百姓的回应 那刚才呢 我没有提过 呃 无教 还有无教的饼 乃是在那个时候呢 由于那时候正处在春天 就是新歌的大麦 所磨的面 那么由于啊 在月节那天晚上呢 他们走得非常的急 那百姓 后来被法老 还有埃及人催促而走的时候呢 他们就 就带着啊 那个没有发的面团 然后呢 一起 一起的这样的啊 带走啊 上路 所以呢 他们所吃的的无教饼是无教的 再加上神的规定 整个的呃 一连七天的行程 都要吃无教的 所以呢 他们的面呢 始终都是或新的面 或生的面 那个面呢 是没有叫的 没有发过的 那从这样的一个经验 当中 要反映怎样的一个真理呢 其实就要反映 啊 百姓呢 要离开罪恶 要靠主呢 全然成圣 那么这里面呢 啊 其中重要的真理就在表明 那欲越节的羔羊 已经为我们而死了 那神 要求百姓做回应的 其实就是怎么样回应 羔羊的牺牲呢 就是 你连续七天 吃无教的饼 那连续七天 吃无教的饼 就反映着 主既然为我们而死 我们就不继续的 在罪中活着 所以罗马书六章啊 一到二节就说的很好 那因此 故此 我们能不能 仍然在罪中 让恩典显多呢 我们说 是断乎不可的 不可以 继续活在罪中啊 让恩典显多 那我们看到呢 这里面 具体的有相关的规定的 从头一日啊 一直到第七日 所谓的头一日呢 就是从欲越节 那天晚上的时间开始 一直到第七日 那么呢 都不许吃啊 有教的这样的面 这样的饼 那么呢 就连在自己家里面啊 那些寄居的人 也都不可 那么呢 如果有人违抗的话 那么他们就将啊 被剪除 那剪除这个意思呢 有人解释的比较重 会认为他牵涉到死 被杀 也有人解释的比较轻 把剪除呢 理解为是 就是驱逐出营 然后呢 让对方呢 流落 不再属于集体 就叫做剪除 那么另外呢 就是从头一日 然后到第七日 不是每天都吃吗 但是头一日 还有第七日呢 百姓呢 要被召集 要参加圣会 要参加大会 那么另外呢 就是作为世世代代的定律 那么为了纪念啊 神啊 带百姓出埃及 那么这里面相关的 还有什么样的细节呢 另外的细节就是 关于宰羊羔的这样的细节了 圣经上说 当羊羔被宰了以后 就被告知要用啊 那种那个 带着香味的 然后呢 在枝干上带着很多 小细毛的 这样的小灌木枝啊 被叫做是牛七草的 这种灌木 来沾啊 那个盆内的这个血 然后抹在门框和门楣的左右 而且这个门呢 百姓的门呢 在狱节那天晚上 一旦被抹了啊 雪 人就不许再出门了 他们一定要在那个被抹了 雪的门里头 那个房子里 一直待到什么呢 待到第二天的早上 而且这一点呢 要守为永远的定律 那么这里面 圣经特别提到说 它不是发生在那天晚上就完了 当以后 子孙们在跟长辈们一起 在过月节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他们已经是生活在应许之地了 他们就会问长辈们说 我们做这些细节 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啊 人们就当啊 在后一代 年轻的一代面前呢 就回答说 这乃是献给耶和华的 逾越节的祭 所以这里面呢 就提到一个纪念的 一个意义和做法 我们就在前面提到过 在前面的第十章第二节 圣经当中就有特别提到过 神伟大的 在埃及所行神迹的 这样的伟大的历史作为 到后来呢 要传给呀 以色列的儿子们 还有孙子们听 所以在 在第十章的第二节 是圣经里面提到 关于洪灾 荒灾呀 即将发生之前 然后这里面提到说 这些神所行的这些神迹 向埃及所做的事 要传于你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 好叫你们知道 我是耶和华 所以我们从前提到过 前面提到过 我们说神的儿女的家 要不断的诉说 还有讲论和传承 有关神大能作为的知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接着还是来看第十二章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段落 就是二十九节到三十六节这一段 那就是击杀呀 埃及投生的 这个实际的历史的描述 我们呢 如果对十个灾做下比较呢 我们就会发现呢 其实十个灾都是来自于神 伟大的能力 神的威严 神的道而可畏 神的公义的属性 但是在前九个灾当中呢 你可以注意到啊 当那些灾依次的灾被行出来的时候呢 都是神借着亚伦和摩西啊 来行出来的 而且呢 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器械的使用 就是他们两个人呢 都是使用他们手中的杖 但是呢 到了第十灾啊 就不一样了 我们当分析第十灾的时候 我们必须得说 那是耶和华神亲自行出来的 所以他就声称啊 在正月十四那天晚上呢 他自己会出来寻行埃及全地 那当神寻行埃及全地的时候 他是什么时候出来呢 圣经告诉我们他的时间 就是在半夜 神要做击杀埃及投生的事 那么紧接着呢 圣经里面就描述说 当神真的出来了 其实不是神自己出来 乃是神差遣了灭命的天使出来 结果呢 在埃及人家里 由于埃及的人家呀 不相信门框上门楣上 抹血的这样的事 他们的家里面呢 就没有一家不死人的 极其可怕 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呀 说法老还有埃及人呢 夜里都起来了 那起来是什么意思呢 由于每个家都有都有人死 所以呢 以至于那家家人的都因着家中有人死 他们就又惊又怕 以至于呀 惧怕的一个程度 不敢入睡 我特别记得一个相似的经验 就是在1975年 当我在东北 经历到 辽宁海城的那场地震的时候 就是二月初 大概是二月三号还是四号 发生海城的地震 当时由于发生是在夜间 所以后来呢 当时的东北还非常的寒冷 那完了之后 当地震发生之后呢 没有余震 因为我们离得很远 那么呢 没有余震 可是呢 在东北那时候啊 家家户户 大人孩子都不敢入睡了 原因是什么呢 害怕 那 但是感谢主那时候呢 没有什么损失 所以呢 那场的地震呢 不是那么的可怕 但是呢 他就给我幼小的心灵啊 带来了深深的这个记忆 如果你要是读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的第二节 我想你一定啊 会对法老还有埃及人夜间都不能睡觉 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为什么呢 因为诗篇一百二十七篇第二节 圣经告诉我们说 为耶和华所亲爱的 必使那人怎么样呢 安然睡觉 所以弟兄姐妹 那不能睡觉的人 就要祷告啊 就要求恩典 要成为耶和华神 所亲爱的人 那当法老啊 家里面也有人死 埃及全地都满了哭声 法老知道啊 事态严重了 于是呢 真像摩西所预言的那样 他不会再主动的找法老了 而是要轮到法老 要来找他了 所以呢 法老就召见了摩西克亚伦 然后就跟摩西克亚伦提到的话语啊 都是那种啊 非常急切的啊 反应情绪的那种短语 比如说起来 出去 去 侍奉 带着 走 等等这些啊 这些表述 所以呢 大家特别啊 要来注意呢 就是第十 第十二章啊 在第十二章里 那你要特别 注意到 这里面呢 有经文的叙述 有的地方呢 是非常有意思的 在第十二章的第三十一节 是连夜法老召了摩西和亚伦来 然后呢 一直到三十二节 三十一 三十二节 使用的话呢 都是非常急切的 表明急切情绪的这样的话 那么就说明当时的法老 有多么的着急 他看了摩西啊 简直就像瘟神一般 就像瘟疫一般 就希望呢 快点连以色列人呢 还有摩西离开 否则他们就认为 埃及必受到更大的毁坏和灾 那不单单法老啊 看待摩西啊 如同瘟神 就连埃及人呢 也是如此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连埃及人也催促百姓啊 快走 那么其实呢 圣经的学者就告诉我们说 圣经有的时候的用字 是非常巧妙的 比如说这里面提到说 埃及人呢 催促百姓离开 那个催促那个词 其实就是圣经当中提到 法老的心 刚硬 是一个词 明白吗 怎么催促跟刚硬是同一词呢 其实就在强调两件事情 哪两件事呢 就是从前呢 我们看到将近有一年的时间里 法老还有法老的臣仆 包括埃及人呢 心都刚硬 然后呢 怎么也不需百姓离开 但是等到了第十灾的时候 那这次 法老陈朴和埃及人 怎么的都非要百姓离开 一个是不要 一个是非要 两者都是那种刚硬的心态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圣经上描述说 以色列百姓就扛着生面的出行 那不单单是扛着生面团出行啊 表明成圣 追求 那么另外呢 在第十一章一到三节的话 还有第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的话 就果然兑现了 圣经上说 神就让百姓在埃及人面前的蒙恩 那蒙恩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指啊 百姓所有合理的要求 都被埃及人呢 满足了 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合理的要求是什么 就是指着 埃及人欠了以色列人那么长时间 那么多的工价 都得到合理合法的讨回 爱和偿妇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就看见了 圣经上描绘那一幕啊 是以色列人呢 每一个人都向自己的邻居 埃及人呢 来索要 金器引起 那弟兄弟们在这里呢 我们不好多讲了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说 这一点呢 异常的重要 那么这些被要来的金银呢 后来就考验着 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当中的时候 怎么样来用他们 比如说在第32章的二朝四节 百姓就曾经啊 有一部分人 也用了一部分的金银器皿 他们拿这些金银器皿呢 交给亚伦 然后做了金牛犊 但是呢 在第35章里 摩西在奉神的命 带领以色列人在建会墓的时候 同样的又是以色列人 他们又拿着相当一大部分 从前所讨要的那个金器和银器呢 用来建造耶和华神的会墓 当中的一些器械 一些器皿 是用来敬拜神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 金钱 金器 银器 可以被放在百姓的手中 但是你拿来 未来要做什么呢 这的确是我们今天呢 特别要 要重要 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是来造金牛犊呢 满足自己私欲的要求呢 还是来造会墓 造神 电语当中 重要的部件和器械呢 我们在此呢 真的要好好 好好的思想 那地区里面接着呢 让我们看一下 就是第四段 那第四段呢 就是37节到42节 那么这一段呢 是在讲啊 以色列人就从啊 埃及开始起行了 圣经上告诉我们 他们的起行的 这个起点 是从兰塞这个城啊 起行 明显的可以看出 他们就在那里集合了 然后呢 向书哥的方向呢 来走 那么圣经当中就告诉我们 当时走的人数有多少呢 男人呢 就有60万人 60多万人 等到后来 在民宿记当中 输点人数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那个男人 可以打仗的 20岁以外的 啊 那个确切的人数 那么专家们就 为我们做了一个评估 在当时啊 最保守的 那个人数 60万男丁 加上啊 妇女啊 老人和孩子 应该最保守的数目呢 是200多万 到300多万人 那这是 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目 而且在这个数目当中 你足可以看见了 神从前呢 在创世纪第13章 还有创世纪第15章里面 所应许的 神应许亚伯兰 他未来的后裔 会像天上的星 那么众多 海边的沙 那么无数 那么弟兄姐妹 那接着呢 另外这里面呢 圣经也提到了 关于出埃及的 一些具体细节 比如说这里提到说 在出埃及的 这个神的队伍当中啊 就有一些人 被叫做闲杂人 那闲杂人呢 圣经另外也有一些 意思上的翻译 可以直接把它理解为 叫做外族人 就是说明他们的血统 不是以色列 十二支派的人 他们可能是啊 在埃及地的 那多种的 周边地区的一些 埃及人的奴隶 他们呢 也帮着 以色列家做苦工 然后呢 帮以色列家料理一些事情 那么他们呢 的血统不是以色列人 那么这些闲杂人啊 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呢 圣经把他们呢 记下来了 虽然没有告诉我们人数 或者他们的名字 可是我们在后来呀 当百姓在旷野当中 不断的走天路的历程中 我们就注意到 由于有这样一部分人的存在 他们就成为以色列百姓 在旷野当中 成圣追求历程当中的 一些阻挠性的势力 有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一些 机翘的话 说一些不信的 然后引起争端 引起疑惑 引起纷争的一些话 提到一些 有一些非常 拆毁性的意见 那么就跟这些人呢 有直接的关联 那么他告诉我们 什么意思呢 他其实告诉我们 在目前神的家 神的教会里 就如同过去古代 以色列人的队伍里一样 都有一些人的生命呢 是没有被记载在 天上生命册上的 没有从生得救 他们呢 也不配 也不适合吃 月节的羊羔 的肉 他们的生命呢 跟羔羊 跟羔羊的血 没有关系 所以这些人呢 他们就会成为 神的家当中的 一些掺杂 就会带来 一些拆毁 一些阻碍 一些阻挠 他们起到的负面的作用 有的时候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们要小心 要留意这一切 但是请 我们听到 这个录音的人 不要害怕 我们若 有了神儿子的生命 我们就与神的儿子的生命啊 跟父 跟神儿子的生命 跟圣灵相交 我们就是属主的人 不用怕 但是呢 真的 那做闲杂人的人 他们真的很可怜 也愿主呢 早日得着他们 那接着呢 我们就看见了啊 就是 以色列人的他们是带着生命 出来的 然后呢 一连七天 他们都吃啊 无教的 这样的面病 那么呢 就表明他们 在追求成圣 他们不沾染污秽 那么另外还有呢 就是他们呢 圣经特别提到说 他们出埃及的时间 圣教授说是 神让他们在埃及啊 住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 神让这个军队啊 耶和华的军队呢 就从埃及啊 出来了 那关于这个时间呢 四百三十年呢 有人有不同的看法 比如说 有的学者们 有些专家们认为啊 这个四百三十年呢 其实并不是指着从雅各 然后带领家里面的人 七十来口人到埃及去投奔儿子约瑟 然后一直到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 在月节那天晚上走 那这样的总共四百三十年 学者们有的人认为呢 是从创世纪第十五章 十三节十四节 那时候神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 从那个十天时间呢 就开始了 一直到摩西啊 这个时候的第一个月节 把他整个的时间加在一起呢 是四百三十年 那我们不能确切知道 究竟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这个 这个准确的精确的时间 但是呢 我们接受四百三十年这个时间 具体他 我们知道尾 就是四百三十年结尾的时间 是用这个时间点来算 那他的起头是怎么来算的 我们不怎么了解 但是呢 我们却可以相信 伟大的上帝 他在一切的事上都有主权 就如同传道书里面所讲的 凡事凡物 在他那里都已经被他 把时间都预备好了 时间还没有到 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然后时间也一定不会过 为什么呢 因为神不务实 请放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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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